Hello 歡迎大家來到鬆仔暖啥 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就是在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和Birmingham Metropolitan College 隔離,其實這裡離開Blue Ring 都是十分鐘左右 這裡聽聞有一間由香港人開的 叫做龍珠茶餐廳 還是龍珠餐廳 就好像說奶茶那樣挺好吃 很有港式的味道 我今天就特意來試試 因為很多人都有討論這間店 我來到這裡才知道 原來這裡有其他東西 還有那些萬事屋 應該是那些超級市場 即是那些雜貨店 另外那邊有一個food hall 叫天天food hall 那些東西就應該在這裡 我看它的牌子 它上面有幾間店 有吃Fer 即是越南東西 也有吃什麼 Rice Cumming 這是什麼來的呢 有好幾間 有勒沙 然後有壽司店 有印尼 可以進去看看是什麼來的 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好了,我們幾經辛苦 終於找到這間龍珠冰室 老闆應該是這星期才開業 我們看看它 老闆在香港都是做這些茶餐廳的 這間龍珠冰室 一定要試 我所說一定是叫做這間龍珠冰室 這裡是一個菜餐廳 大家可以看到 真是正宗香港人的 香港人的咖喱飯 豬扒飯 牛腩 牛肉飯 斑腩飯 這都是老闆比較拿手的東西 另外呢 有一件東西我很喜歡的 而它這裡竟然有得吃的 就是沙爹牛麵 沙爹牛麵 還有可以選擇 你吃要腸仔 還是要午餐肉 加蛋 應該都會挺正宗的 我相信 另外呢 它這裡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東西 譬如是有 鹹魚雞粒炒飯 菠蘿雞粒炒飯 星洲炒米 乾炒牛河 這些都有 在右邊這裡 有一些港式小菜 因為是晚上來吃 你可以試一下這些 譬如什麼 咖喱牛腩 魚香茄子 公寶雞丁 這些簡單大排檔 它這裡都是有得供應的 另外呢 還有小菜共同 二人餐 四人餐 六人餐 你自己 還有湯飲 你現在就要以六人為例 一個人 其實十磅都不到 價錢 我覺得很實惠 還有老闆是正宗香港人 香港人開的茶餐廳 我們當然一定要支持一下 首先來一杯奶茶 表面上看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先喝一下 很重的茶味 很香港 很香港 不多不少 就將香港的味道帶來 這杯茶大概兩磅多 我覺得是合理的 始終在英國的租金方面 比香港貴 所以 稍為會貴一點點 但大家都體諒 剛剛起步 我叫了一個沙爹牛麵 松泰叫一個咖喱雞飯 你看看我的沙爹牛麵 本身是一塊牛油芳包 還有蛋和腸 你有沒有發現呢 那條腸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裡買 跟我在超級市場那些是不同的 它是很廚師腸 還有雞蛋也煮得很像香港那些 突然間那種感覺 從來沒有在英國吃過 很可愛的感覺 沒有吃過那些這麼港式的東西 我懷疑它的碟 是不是都是香港帶來的呢 我想知道 英國哪裡有茶餐廳的碟 不知道在哪裡買的 很厲害 很神奇 先夾上去 哇 漏油啊漏油 整件事 哇 如果我住在附近 我肯定會來 可惜我不是 早五晚都下來吃 所以住近那些 記得大大力下來懲罰一下 好吃 可能我不知道 原來香港吃沙爹牛麵是包放包的 是不是傳統是這樣 你可能太久沒有吃過 我太久沒有吃過這裡的東西 我完全不知道 好 無論如何 我們現在再試一下 我期待已久的沙爹牛麵 其實我告訴你 我沒有吃過沙爹牛麵 為什麼呢 因為我離開了香港20年 我那個年代 就沒有人說 是一種很特別的東西 或者上網經常說 現在很流行 像豆腐火腩飯 是馬路都吃過 但是 我那個年代沒有人說 到我走了之後 經常都聽到人說沙爹牛麵 我又沒有什麼機會試到 我現在終於有機會吃到 不用回去都吃到 不用回去都吃到正宗的沙爹牛麵 當然馬上來沙爹牛麵 嘗嘗嘗嘗嘗嘗嘗 好熱啊 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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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試一下我的咖喱 真的好吃 不是開玩笑 我再吃一口 我試一下松太 松太叫咖喱飯 為什麼今天很想吃咖喱 不知道為什麼很想吃咖喱 所以試一下咖喱汁 松太放心吃 絕對是 是港式咖喱 我吃驗了這些印度咖喱 沒錯 不是印度咖喱 絕對是港式的風格 非常好 一定比大家樂 哇 宋太太熱辣辣,不斷出煙 感覺如何? 很爽,即使可以吃咖喱 在家裡沒有人陪我吃 現在又可以出來一個人吃,挺好 是不是很香港風格? 對 你吃下去是完全沒分別的 沒分別的,很好吃 對,我覺得這裡算是這樣的 給你香港人口味 剛才我問老闆,這些碟子你不是香港帶來的? 為何可以這麼搭餐廳? 她說不是,她說是在這裡買的 但她特地去選擇一些跟香港茶餐廳 融合包裝的東西 你看看 融合這間龍珠冰室 老闆來了幾個月左右 剛剛開始她的生意 我也是因為聽到香港人在開茶餐廳 所以第一件事,慕名要來支持一下 第一,我沒有收她的錢買廣告 第二,她的食物質素是有水準的 我們總共吃了一個咖喱飯 加一個沙德油麵 還有一些腸仔、蛋、麵包 還有兩杯奶茶 已經吃到很飽了 收了15磅左右 平均一個人都是7磅左右 來香港吃茶餐廳也要 幾十元 英國圍起來的紫水差不多了 我覺得 價錢很合理 一點都不貴 還有,老闆是沒有折頭給我的 所以我收多少錢 收你也是一樣的價錢 所以不會說鬆仔吃便宜一點 不是,絕對沒有這件事 而且我覺得 香港人來到這裡 要展開新生活 很不容易 而且 老闆又這麼有心 將他在香港原本的事業 帶來英國 原汁原味地呈現給我們 我覺得其實對於我們在英國生活的香港人來說 是一個福氣來的 原來香港人來到英國 會越來越多香港食物 可以找到我們香港可能是失傳的味道 這個是很值得我們保留 是我們香港人的文化的其中一種 基於這個原因 人道主義 都一定要傳承這個文化下去 你先說對嗎 如果大家想來光顧的話 這個就是它的營業時間 基本上每天都是 早上11點至下午2點3 然後落牆兩個小時之後 4點3到8點的夜晚 星期日就不開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來 就千萬不要星期日來摸門釘 另外因為剛剛開業的關係 就沒有卡的適合 所以如果大家來吃的時候 記得準備一些現金 就可以方便大家抓住了 我現在就吃完走出來了 這部分大家可能未必太認識 因為這裡是學生區 因為這裡是剛剛開始 所以不是太多人認識 如果大家想光顧的話 可以來到我身後的天天美食廣場 那間叫龍珠冰室 其實你在Google 上已經可以搜尋到 Google 圖上已經搜尋到 不過這裡泊車就要走過對面 有個停車場泊車的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存在 很多人例如假日來 但是你知道 這間茶餐廳不能只開六天 平日的時間就比較靜一點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來光顧它 又有空的 又有心想光顧這位香港的朋友 我們嘗嘗不妨平日的時間來這裡 這樣就非常好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 記得按鈴鐺 就知道我下次何時出片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大家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